三項涉及香港的法案和動議 包括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排在美國眾議院會議的首項討論議程 預計最快當地星期二下午 即是本港時間星期三清晨表決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被列入各自辯論裡面 意思就是指法案不存在爭議 只要獲得至少三分之議員的支持 就可以進入快速立法程序 審議辯論限時40分鐘 也不會有新架修正案 因應近期反修例運動香港局勢起了變化 今次交給眾議院審議的修訂版 新增了一些被視為加勒的內容 包括列明美國支持香港自治 基本權利和自由 舊版則只有民主一項 修訂還包括支持香港人行使的權利 擴展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和世界人權宣言 而不止限於基本法 美國會與其他盟友協調 包括英國、澳洲、加拿大、日本和南韓 推動香港的民主和人權 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制裁損害香港人權、民主和自由的人線 凍結他在美國的資產和禁止入境 又要求國務卿逐年向國會提交報告 檢視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不過草案也有一些被視為妥協之處 例如之前版本要求 確保香港選民有權雙普選 在2020年公開直接選出全體立法會議員 而新版本就將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定為最終目標 除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議員還會表決另外兩個涉及香港的法案和決議案 一個是禁止向香港出口出雷彈 和其他非致命人群管制裝備的保護香港法案 另一個是譴責中國干涉香港事務 支持港人自由抗議的權利 美國跨黨派對這幾項議案普遍都支持 預料很大機會獲得通過 但預計要完成參眾兩院的全部表決程序 可能最快要等到年底 另一個關鍵就是 總統特朗普會不會同意簽署 只要他一天不簽名作實 法案都不會成為正式的法律 香港電台記者何俊傑報導